《胃功能失調》 胃功能失調是由於一些生活、飲食、環境的因素構成的 所以首先我們都會和病人分析他們有沒有一些壓力的因素 例如一陣子可能讀書比較忙、工作比較忙 或者家裡有些事影響到他 會有擔心、緊張的情況 讓他認識這個關係的時候,在壓力處理方面也很重要 除此之外,睡覺方面的質素也會改善睡眠的衛生 例如定時有充足的睡眠等等 又或者有其他因素影響到睡眠質素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那裡進一步跟進 在飲食上,我們都會暫時叫病人不要吃一些刺激性的 例如脂肪量比較高、辣的食物 又或者一些高腹鳴糖的食物 意思是一些食物裡面有一些糖分 或者碳水化合物是不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這一類的食物都會刺激到 是會有一些胃功能失調的病徵 最後當然也會想到藥物的治療 我們第一線的藥物一般都會先試用一些特效降胃酸的藥物 因為很多胃功能失調的病人 其實他本身的胃對胃酸都敏感 所以胃酸可能刺激到他會胃痛、胃卓熱等等 所以一些特效降胃酸藥 例如胃酸泌抑制劑那類的藥物 都是一些我們常用的第一線藥物 另外就是一些藥物是會幫助胃瘀動消化的 這些藥物我們叫做速凍劑 都是一些我們經常用的第一線藥物 高福明糖其實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糖分 或者碳水化合物 一些比較大家日常容易接觸到的高福明糖的食物 例如蘋果、芒果、啤梨 或者一些蔬菜的管比較粗 例如西蘭花等等 另外就是蒜頭、洋蔥這些 其實含高福明糖都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本身是有腸胃敏感 或者胃功能失調的病人 吃了這一類食物的時候 一般就可能會引發了胃不舒服 胃脹或者肚痛、肚餓等等的情況 所以最初期我們都會建議 病人在這方面是需要留意的 但是當然最重要就是我們都希望在胃功能失調 這個診斷背後我們找出成因 如果能夠治理好後面的成因的話 這些食物其實慢慢都可以吃回 最後都是因為這樣而經常要介候 生活、飲食上 在飲食上除了避免吃一些高福明糖以外 因為定時的飲食、份量要穩定 其實這些都會減少對胃功能失調病人的胃負擔 所以暴飲暴食、不定時等等 其實都會容易引發胃功能失調的發作 另外睡眠、適當的運動、壓力處理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生活的措施 去改善胃的症狀 感受不了 很嚴重 沒有